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Haria,這節先為大家看看,就是大家樂方面的全營業績 暫時股價靠穩升3.25.15元 整體來說,是否都交到功課呢? 至少見到毛利率方面有得升 我們一齊跟大家跟進他們的大數 大家樂公佈了直至3月底的全年度業績 盈利方面有5.81億元,安年增長有7.6% 每股基本賺1.01元,物牌式方面51元 營業額有得升,升了超過9%至69.9億元 分析一下大家樂方面的情況 在香港業務,大家知道佔比比較多 佔了總營業額方面有八成 但看看同點銷售,分別是大家樂快餐 和他們旗下買足的店舖一足面方面 同點銷售增長都不錯,分別是升9%及10% 而且剛剛提到,就是毛利率方面有得升 不如先跟大家跟進大數方面 全年賺多8%,超過5億多港元 如何看大家樂初步一些大數的情況 如果你說大家樂來說,我覺得這次的業績 叫做交到功課 我會覺得大家如果看大家樂 甚至是大快活這些所謂的快餐股 你就不要期望像翠華那些茶餐廳股 有一個很高速的增長 始終業務上都是較為穩定 而且是市場比較成熟的階段 所以你說純利大概是單位數字增長 其實都不是一些很出奇的數字 大家就不要說純利只有9%至10% 26倍PE很貴 一向快餐股都是這麼貴 大家其實是看著牌息和業務的平穩程度 我們見到一些指標 在一些銅店銷售方面 或是成本控制方面 依然都見到可以令到毛利率 有一個很平穩的上升 我會覺得大家樂都很出名 管理層怎樣捏的cost 其實他們的管理層完全可以做到事 亦都見到在成本控制 特別在所謂的租金方面 或是員工的成本 佔了大家樂都有一個很大的成本部份 我們過往見到最低工資的問題 都困擾著大家樂的業績 現階段最低工資 縱使久不久我們見到一兩年都會有些review 但是那個上升的幅度來講 其實已經是limit了 所以你會見到大家樂的股價 其實都有一些平穩上揚的一個階段 現階段來說我會覺得 怎樣去看大家樂的形勢 或是發展階段 看看他接下來其餘的品牌 會不會說可以擴張到 或是內地的業務 或是美國的業務 依然是集團的營利或是成份業績 一些不是那麼好看的一個地方 這些來講大家要留意 究竟是集團怎樣去發展 或是我們看看香港的經濟發展 會是怎樣去發展 好 剛剛提到 其實在香港方面的業務佔比比較重 香港業務佔總營業額大約八成 在內地方面佔總營業額大約有一成八 接近兩成左右 不是很多 所以集中看回香港方面的情況 但內地我們都值得去探討 因為經常都說 之前內地經濟放緩 又說打貪等等 反而我們需要說 反而對快餐類別的股份 就有個正面的幫助 因為逆市來說環境不好 大家樂都解釋得到 看看數字 集團內地的業務佔總收入來說 較上一個財年度大約增加有一成 而且大家樂在內地的銅點銷售增長的幅度 都不差有4% 究竟內地方面的業務現在情況是怎樣的 內地業務一向是 其實你說一些餐飲的行業 或是香港的品牌 甚至我去引真地說 是一些零售的牌子 都是很難做的一個市場 始終是相當大的一個競爭 內地叫做天天超值損 這個品牌 其實都是打一些比較低檔的市場 亦都是大家樂最擅長的一個環節 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主要都說 就是如果搞一個大規模的快餐行業 無非都是主要怎樣減省成本 就是做一些中央的廚房 這個中央廚房其實亦都是吸進去 本身在中國的經營模式 希望大家樂可以做到一個盈利增長的動力 暫時來看 我見到營業額上有一個提振 但是賺錢那一步 依然對於一個盈利的那塊餅裡面 都是佔得很少的 所以內地業務 如果你說增長力度 表現都是理想的 但是我稍然的速度上 都是比較慢一些 慢與快 對於大家樂的前景 或者是股價表現來說 其實是很量體的 因為有部份一些較為穩定的投資者 甚至是大家買去大家樂的時候 很多都見到是一些基金打算貪收息 這次的派息比率來說 都叫做穩定了 以現階段來說 就是內地的業務 我相信其實 集團管理層來說 依然是一個比較平穩的部份 很少會見到 好像翠華 或是其他不同的飲食集團 expand得這麼快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問我內地業務 其實未來會繼續推動到盈利增長 看看本身的成本方面 或是本身面對競爭性的方面 會不會是越來越大 暫時去看 我都會覺得 對於大家樂來說 是一個正面的幫助 好 講到業績方面 大快活 我們一起比 兩個家業後便會公佈業績 反而PE便宜一點 14倍左右 大快活方面編到52號 現在股價就沒有升跌 在16.6 如果比一比 走勢圖好像大快活比較帥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否大快活比較可取 還是怎樣 大快活來說 你說可取之處 可能是PE比較低 但大快活的模式 其實是再低檔一些 或是再地位一些 因為大快活自己本身 你算是品牌來說 如果算是收入佔比 大部分都在大快活 不會有其他品牌 如果你強行去說 譬如大家下來說 我們都見到 還有一些 SPAGETTI HOUSE 或是Oliver Super Sandwich 這些公司在這裏 其實 品牌建構 或者Differentiation 分體化這方面來說 是做得成功 大快活很多 所以在PE上 有這麼大的分野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分析大快活 或者是大家樂來說 你很難直接去比例 我反而覺得大家樂的管理層 可以純粹是自己小弟的一些看法 可以想一下 尾心快餐的發展策略 究竟是說 可能引進一些 在外地很成功的品牌進來 你自己本身做一個幕後的角色 主要是provide一些的人 或者是怎樣幫他們租一些店 這些經營模式 在美心快餐方面 我見到是很成功的 我不知道美心的數 因為沒有上市 但是見到人流 或者是見到品牌的注目度 比大家樂方面的旗下品牌 高很多 如果說集團想做一些 無利率的擴展 或者是見到 增長力度來講 保持著放慢的話 這些策略是可以軟軟的 好像幫人管理行業的意思 是的 其實現在很多國雄學業都會有 之前和你做一股 醫院股 現在都是這樣的 管理方面 其實就會賺錢一點點 謝謝Harry的一些意見 和我們分享了大家樂方面的業績表現 有些想問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就是204-6566 或者給電郵給我們 稍後我們繼續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